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9月26日礼拜一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根据HK01引述的知情人士指出 特区政府将会重新检视 所有可以用作隔离或者治疗的社区隔离设施 即是方仓医院 探讨一下究竟有哪些项目有潜质用作过渡性房屋 估计启德方仓医院将会有很大机会入围 有望成为拥有无敌海景的过渡性房屋 第二单消息 金管局向所有银行发出指引 将物业按揭贷款利率的压力测试要求 由额外加息三厘降到去加两厘 即时生效 预料会有更多人可以上车 每月的入息门栏下降了超过一成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一下 启德方仓医院的最新动向 根据H101的报道所说 在今年年初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的时候 在中央的支援下 香港是兴建了多间方仓医院 那何谓在中央的支援下呢 中央支援了些什么呢 最好具体说明啦 是不是呀 中央出钱起的吗 不是呀 是特区政府公帑自己拿钱出来起的 那到底中央支援了些什么呢 支援了哪个部分呢 我不知道呀 是不是呀 最好讲清讲楚 等同于说 我请你喝茶 怎么知道原来你付钱的 那我支援你 我支援些什么呀 我带茶叶去呀 还是怎样呀 最好讲清楚 不要有误会 现时香港是设有多间方仓医院 分别就是位于竹高湾 启德 新田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 粉岭等等 去到今年五月 因应疫情缓和 政府就将六间方仓医院 改为备用状态 集中使用竹高湾 在较后期才建好的启德方仓医院 一共就提供超过两千七百个单位 项目楼高四层 设有给多人家庭居住的大单位 启德方仓医院 同其他大部分的方仓医院不同 每个房间都有提供独立的洗手间和浴室 并且是设有升降机 而部分的单位更加是坐拥无敌的海警 是首个设有升降机的市区方仓医院 据了解 行政长官李家超 可能会在上任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当中 着墨去提及再增加过度性房屋供应的目标 知情人士透露 特区政府将会重新检视所有的方仓医院 探讨哪些项目是有潜质用作过度房屋 消息还说 设有独立厕所的启德方仓医院 将会有较大机会入围 改成过度房屋 而附近的生活设施 也都是较为完善 在原则上我都同意 将这些方仓医院改建成过度性房屋 可以给公屋轮校册里面 等着上公屋的那些香港居民 自愿来去申请 如果他顶不住现在的居住环境了 等上公屋又要几年的时间 那就可以试下申请这些方仓 况且启德的方仓都是得 两千多个单位而已 三千个都不到 另外就是说给那些劏房户来去申请 起码来说 方仓医院就算怎样坏 那个居住环境 都会比起劏房是会好一些 因为他建的时候已经有升降 又有独立的厕所 有浴室 更何况就是 租金的水平是会便宜一折 那就不要要求那么多了 当然这些就不会给一般的市民去 本身住的好地地的 就不会专专申请进去住 就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去住 当然这个原则上我同意了 但是有几样一定要确保得到的 第一就是符合防火安全 因为当初建这些方仓的时候 似乎那个时间就很快的 那究竟有没有经过相关法例的审核呢 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既然间现在要改造过渡性房屋的时候 那你安排那些人入住之前 那你搞清楚了 不要到时变成了火烧方仓就无谓了 第二就是现在那些的方仓单位里面 它有厕所有浴室 有那些设备 但是呢 就没有厨房的哦 因为方仓一向都是派外卖给他吃的嘛 那所以呢 你又要加建相关的设施了 当然有一定的难度啦 但是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呢 就由大区政府自己去想啦 因为你说要将这些方仓改建做过渡房屋嘛 没理由什么都我们想 大哥我们给了这么多建议 不收钱的是 你做官那帮人在那里不知道在做什么 不就对了 想想这些东西 第三就是要确保得到 附近那些的民生配套设施是足够 不是只是公园 附近有个很大的公园 但是那些人要买菜的嘛 要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嘛 那么既然附近有一个这么大的 启德邮轮码头在这里 与其丢空它养老鼠养蟑螂 不如就将那些空置的商户 给它用来改建超市 街市 方便附近的居民 那么特区政府又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向了 不要说我们没有建设 只懂得讲粗口骂人 绝对不是啦 如果大家有听的就知道 我们经常都是会给出一些 具体可行 和务实的建议出来 是有利于民生的 好了 那么这个方仓医院 如果真的改建成为过渡房屋的时候 当然啦 有人欢喜就有人仇 哈哈哈哈 那么附近的那些业主呢 就应该多得特区政府不少的了 我就留意到呢 其实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啊 就没什么人说的这件事 当时呢 有九间的地产商 是罕有这样合组了一间私人公司 名字呢就叫做 启德跑道区私人发展有限公司 包括哪九间地产商呢 有新鸿基 恒基 新世界 汇德峰 加瓦国际 华贸集团 中国海外 帝国集团 和远东发展 那么这间公司是有什么意义的呢 他们就是 要透过公司型协作的模式 主动和不同的持份者 以及是政府部门配合 以及是协商 以提升区内的形象 那么实际上又是搞边科的呢 那原本呢 启德跑道区 就是定位做香港第二个核心商业区 CBD的 但是现在呢 发展就不似预期哦 特区政府呢 就计划将跑道区的五幅商业地皮 全部都改划做住宅 于是乎呢 有些发展商原本就憧憬 启德就有机会成为第二个CBD的哦 但是你特区政府 就将那些商业地皮 全部改做住宅之余 还要撒停了启德的单轨列车 就给那些发展商感觉 认为是过桥抽板 而且呢 有商界中人还提到一件事的 发展商最关注的就是卖楼而已 当年他们去跑道区 投得这些地皮的时候 每尺的楼面地价 是达到一万三千元 到一万九千元不等 是属于豪宅价来的 那么面粉价高 面包当然就是要贵啦 那么如果跑道区那个的 核心商业区CBD的色彩 没有了 交通配套又欠佳 那么就很难来到去吸引到市民买楼 那么所以呢 就搞了一间这样的东西出来 那么不怪得啦 可能他们早收三日风 知道个启德方仓有些东西了 又起了链接又成 哦 原来用来改建过度房屋 拥有无敌海景 那你试问啊 在附近啊 买了启德思楼的那些 那些毅豪宅 那些业主啊 是情何以堪呢 喂大哥 在近这一两年 才去启德买楼的业主 便宜值七八球 多则一千万以上 那原来呢 一落楼 哇 对着这么多方仓的 一望下去 全部都是方仓来的 那还要呢 搭交通的时候 然后跟那些 方仓的住客来去逼 啊 那你也不是说不耐 就是对于那些 那些毅豪宅业主来说 他不会 预期会有一个 这样的 环境配套的嘛 对吧 哈哈 那那些人呢 就大劲了 啊 到他三年那个 辣椒期过后 那个楼价会不会 淋淋淋地 扔一时下跌呢 那他们自己想啦 这件事情 所以呢 就多重夹击了 本身香港就已经有 很多利淡因素了 有移民潮啦 有外国专才走人啦 啊 然后呢 又加息啦 都还没够 还要加上一个 方仓改建 无敌海景的 窩渡房屋 你又无敌海景 他楼下那个又无敌海景 哈哈哈哈 你呢 就给成千万哦 那些方仓住客呢 可能每个月 给一千多元租而已 这样 不过都不限得那么多了 各有前因 好了 那我们看看呢 这个放宽压測的情况 是怎样啦 金管局呢 就发出了指引啦 那将这个 物业案件的 压测要求呢 由额外加息三厘降到去两厘 啊 那可以吸引到更多人上车的 因为呢 会将那个 每月入息门栏 下降了超过一成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释放那个购买力出来 就令到有班呢 本来 在压力测试底下 上不了车的 边缘买楼客 那他们现在呢 就可以上到车了 因为压测呢 本来就是要加三厘的 现在呢 就加两厘而已 那当然啦 金管局呢 就是 有个解释的 那他们就说 当离定这个压测水平的时候 啊 就会参考目前的利率环境 和是按息的走势 以及就是按息过往的 长期平均水平 那考虑到联储局 今年都已经加息三厘了 银行近日又上调了 H案所息上限 和上调了最优惠贷款利率 就是P 那因此呢 就认为啊 适宜啊 将那个压测的 假设利率上升幅度呢 下调的 那新的压测要求啊 已经是确保案揭业务的风险 得到妥善的管理 那其实到最后 供不到就是你的业主自己负责而已 供不到银行call loan 你没钱就变成银主盘了 金管局不会帮你供楼的 那所以呢 就是 释放购买力 将一些边缘人呢 推上去接火棒 那当然啦 你如果是边缘人 你本身实力不足的 我建议呢 你都不要走去买了 是不是呢 买什么东西呢 现在买楼呢 就好说不要听 就接火棒的机会呢 就一定大过呢 说你赚钱的 不要再在那里发梦了 啊 整天想着呢 便宜地拿一球出来做首期 买层一千万的楼 然后呢 等他三年以后 当那个辣椒旗松绑了 啊 就马上呢 脱手了 就可以赚两三球了 以往曾经是这样 我不会否认的 因为真的发生过 这些这样的情况 现在不是的 你看看基本因素是改变了 所以不要再想这些东西了 想坏的脑子是会 这些是会害死自己的 你自住当然啦 我又觉得你衡量过风险 你觉得供得起的 比如说你做公务员的 都不会被人炒油的了 最紧要你不要 口多多走去Facebook啊 Instagram那里发言啦 你又记得 不是被人家炒你 就算不说你干犯国安都好 炒了你 那你哪里拿钱来供楼啊 啊 那你自己想啦 衡量风险啦 所有东西都是要 啊 如果你觉得喂 那个风险都是大的 那不要拒了 是不是先啦 无论贴钱买难受的 真的 好了 我们再看看一个个案 我又见到H101灯出来的 啊 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文敏 和他老母弟弟呢 三年前 因为家庭的原因 而离开了 住那间的公屋单位 那么文敏和他老母呢 就透过光房 以市值租金呢 两成半 入住了一个四百多尺的 两房一厅单位 那么在低廉的租金帮助下 他不但呢 是努力读书 又在货余的时间 又打多份兼职 以达到光房的 三年向上流动计划 每月存三千元的目标 啊 那么这些所谓光房呢 就是说什么要有光那个的 啊 组织呢 搞出来的 那么就会要求所有 入住的申请人呢 定立一个三年向上流动计划 那么并且呢 三年之后呢 就会 攀他们扯的了 那么他们自己呢 就 令命出路 那么而申请人呢 就可以用市价两成半的租金 入住这些的光房单位 在入住了光房之后 文敏的生活呢 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那么他就说呢 起码可以有张正常的桌子 去温宅 那么看到这里呢 都还是很合理的 跟着下去那里呢 就看到大家眼睛都凸了了 那他说原本的计划呢 就他和他老母 在低廉的租金底下 每个月存三千元 那么三年里面呢 就存十万元 在三年光房计划完结之后 那么即使呢 未能够排到公屋 都可以租住 和光房相同质素的私楼 就是说租不到公屋呢 就走去租私楼啊 那么现在呢 他们还决定了 哎不等公屋了 就直接呢 买居屋 那么故此呢 他说自己工作上要更努力 也都呢 是需要更加折检 啊 那么呢 他们入住光房的时候呢 存了二十万元 加上本身的职速 以及是亲戚的帮忙底下 就给了一成的首期出来 买了一个五百万的 二手居屋单位 那么呢 就是五百多尺的 三房一听 哇 他都真是奢侈了 啊 那么又怎样呢 文敏就认为啊 接下来的一年会是最辛苦的 因为每个月呢 要工成两万元 而他和他老母的收入 加上才是只有两万五 那么再加上个弟弟的收入呢 就勉强可以应付到 日常的生活开支 那这些就是边缘人上楼了 本身都首期都不够的 就借亲戚的 那个亲戚我估当是送了钱给他了 怎么还呢 两万五加上个弟弟 不知收入多少啦 报道没写出来 当还好就是四万元工两万元就死啦 是不是啊 还剩下两万元三个人交税 都没够 做灯油火纳各样 那来有钱剩给你的亲戚还 啊 再加上一加息的时候 对于这些边缘家庭 你都说呢 负担更重 有些人说加息加两千元 不是很厉害的 你对于这些家庭 刚刚好慢慢才上到车的 就很厉害的了 啊 本身供两万元 你加一成供两万二 那他又少两千元 去买饭吃饭的了 啊 所以这些呢 就肯定来的 你问我 我就当然建议大家要看清楚点先啦 啊 当然啦 租楼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觉得 哎 好像帮人供楼那样 那但是你看清楚 喂 将来那个环境 是不是真的那么适合你 买楼呢 你是否真的要在香港安身立命呢 尤其是本身有些人 他是有BNO的 你都还有个出路嘛 或者好像这个文敏那样 喂 他刚刚大学毕业 其实是符合加拿大的 那个申请条件的哦 那你现在买楼 就是绑定了在香港了 起码你三年里面要绑定 啊不是这间屋断工啊 会 是不是啊 那所以想清楚 有些东西是 要做长远的规划 超前的部署 不要呢 一时兴起买啦 买啦 这样 啊 那个楼市一向下的时候 这帮人就是首当其冲受害的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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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